大家好,我是冬天走橋的鮑勃 前陣子鮑勃受邀到青森的紅錢市拍攝一檔介紹當地旅遊的電視節目 途中也抓到一點時間拍攝一些影片跟照片 本集影片鮑勃就簡單來介紹雪季的紅錢市兩天一夜遊吧 我們大概早上9點半來到中央紅錢站 搭乘1952年開業的紅南鐵道大鱷線 看著窗外美麗的雪景享受一下吧 一路坐車到石川站,這也是青森拉西魯的車庫 中文是離世除雪車,就冬天用來除積雪的鐵路車輛 我們看到了這台帥帥的Key 104 是西元1929年建造的 長得很像變形金剛真的有夠酷 長11公尺,重達29噸 在雪中奔跑除雪真的像同猛牛一樣 這次Bob也有機會在駕駛艙體驗一下操作除雪車的快感 體驗完除雪車後我們來到附近的Romantopia 算是一個複合式的度假中心 先快速的吃個中餐 這裡四季都有體驗活動 由於我們是冬天來了,當然要體驗一下雪上活動囉 比方說這裡有提供雪鞋來想山中散步之旅 因為鞋子的面積比較大,所以不會讓人陷進去雪地中 走起路來平衡感也不錯 你們看David下腰也都那麼輕鬆不會跌倒 另外還體驗了Fat Bike 簡單來說是一種適合在各種地形騎的腳踏車 在雪中騎也不會滑刀,好玩 結束了雪上活動體驗也接近晚上了 我們坐著20分鐘回到市區,來看看晚上的紅錢公園吧 這裡冬天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晚上的打燈 配上雪景以及冰封的河水,真的超級浪漫 冬天進到公園,真是一片白色 喜歡雪的應該會超級無敵開心 我們慢慢走到天守閣 這也是日本東北地區,僅存江戶時代所建造的天守閣 另外星巴克也很浪漫 有時間的話可以在這裡喝杯咖啡,再回Romantopia 回到度假中心也是用晚餐的時間咯 我們就來用飯店精心準備的會期料理吧 有許多青森跟紅錢當地的名產以及特色料理,超好吃 吃完晚餐之後,回房間休息,然後泡個澡吧 第二天早上用個飯店的早餐後 我們搭車來到紅錢公園附近的金青凡睡魔村 簡單來說這裡是一個體驗金青文化歷史的設施 首先迎接我們的是紅錢睡魔館 有非常多睡魔燈籠,其中一個高達10公尺 非常的壯觀 這裡也有中文的講解,幫我們解釋睡魔祭這幾百年來的歷史 說到睡魔祭就不得不提到他們的音樂啦 現場也可以體驗打泰谷的樂趣喔 另外這裡每日也有金青三位線的表演 有優美的旋律,也有激情的音樂 讓人聽得熱血沸騰 還可以體驗金魚睡魔小燈籠彩繪 看鮑伯是不是畫得還不賴 還可以體驗金魚睡魔小燈籠彩繪 肚子餓的話這裡也有金青芝米屋可以吃中餐 提供五花八門的料理 鮑伯點的鮭魚青子丼的鮭魚卵 真的是有夠豪華 青森現場的金青浪漫米也超級鬆軟好吃 吃完飯後我們可以回到紅前城這一帶 散散步看看白天的城堡 下午有點想吃甜點了吧 我們搭乘的Apple Pie Taxi 就是蘋果派計程車 有專業的司機兼蘋果派專家 帶我們在市區吃好吃的蘋果派吧 這裡有超過40家甜點店有賣蘋果派 任君挑選 我們在洋果子工坊Noel吃了 加上大量蘋果、奶油以及肉桂粉的蘋果派 吃起來有些微辣的感覺很好吃 威瑞姐的搖出蘋果派長得很好看 吃起來有種濃濃的奶油味喔 Le Chocolat的蘋果派吃起來脆脆的 而且酸味十足 我們這次開心的紅前兩天一夜遊 就在蘋果派中結束喔 我是包博,大家再見 掰掰